今天恒生指数跌幅比较大 受着美国的导致期货向下 和A股先升后回溯拖累 27000之前都有一个阻力 收市跌幅有553点 报26341点 成交方面急增到2400亿 上升股份有600多只 下跌幅有超过1000只 今天来说很多股份都是普遍下错 先看看重磅股的表现 700腾讯今天急错达36% 报263元 9988也有3% 报261.4 3690美团急错达7% 报290元 收市后稍后公布这个轨迹 除此之外 今天的内银股早段急升 但是收市来说都升幅 大为收窄 公行来说 曾经最高达到5.24 收市到4.9年都升了1% 建行倒跌了0.33% 报6.08 3988 中国银行来说都跌了1.46% 另外一方面 油股今天急速回吐 主要美国发出了针对中海油的命令 所以中海油今天急错达14% 报8.13% 其他的油股都被受拖累 中国石油跌了6% 中国石化来说跌了7% 报3.51 虽然三桶油一般 但是个别板块也有炒作 比如太龙能股方面 保利协银今天升了33% 到0.79 另一只就是 这个是 顺丰清建能源165 升了10% 卡姆丹卡也升了16% 这些股份来说 属于这个 这个世价股 即是急升了这么多 是不出奇的 但是近来来说 炒这个市场 太龙能的 是复苏 另外呢 就是 同业那方面呢 都不错 因为同价来说 近来呢 都是继续上升 江西同业呢 是见到走势相当之 挺好的 今天升了4% 到12.7% 另外呢 就是 也有同抗的 资金抗业来说 升了2.3% 其他资源股呢 都是 就是上两个星期 升势 五抗资源升了1.2% 2600的中国铝业 更加是升了7% 到3.06% 最后看了3.993 下木来说 应该升了2% 到3.64% 好了 暂时的大市来说 已经踏入到12月了 12月来说 其实呢 大市都会是 很淡增持 机会比较大 始终 可能有些基金 在今年来说 获利也很丰富 再加上利好的消息 暂时来说 都是七七八八的 差不多年底 收勞的时候 都排除了一些基金 出现了先行获利 辜货的情况 所以 到次 都 再加上外围的情况 都是回头 所以 到今天呢 行指 在这个12月开局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极错 看来呢 暂时来说 这个市呢 是需要有一个 进一步调整的 那么 我们下向下 我支持位大概20天线 26,200点 这个位置 看看是否有一个支持在那 那就 今天收市分析 暂时就这么多了